那本女生的写真究竟有多好看 摄像师精通各种完美视角 例如专拍羊角 或者是绝对副角 这样拍出来的照片何丑不好看 而这种该似的拍摄手法 竟出自于一所神奇的高中写真部 男主剪铁是一个普通到 不能再普通的高中生 可是自从他继承了他老爸的相机之后 男生就像开了锅一样 成天拿了相机在学校拍摄大好风景 而又不少女生竟能主动让他拍摄 于是很快 他就被学校的写真部部长给盯上了 要他加入写真部 一起唱一首在照片的海洋中 诺尹诺先生的公口艺术 就是写真部管车的真理 一干就是干大事的部门 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因为除了专门拍摄 俯角 羊角两个部员之外 还有一个神功大成的女性隐形人那一天 她并不是真的隐形 直据说能跟风景沦为一体 在拍摄对象还没有处理到相机时 就拍下照片 所以所谓的羊角 俯角 以及隐形拍摄 就是偷拍的意思 这部门很可信 千千觉得很可靠 所以立马同意加入了这个部门 这才是男人的天堂 这才是绅士的浪漫 可是千千却终究 错付了部门成员 因为他们需要顶着巨大风线 拍摄写真 可千千却压根不需要 小青梅竟然主动走上门 让千千随便拍 而且还是穿着泳衣派 各种姿势全都满足 最后写真部 举行了第三件上青小姐的活动 这是部门自发组织的 内容是要选出校园内 照片最美最夺目的女生 然后将她们的照片 在即将到来的学员季 大张旗鼓的宣传 经过商量 携针不筛选出的女生 竟然是千千的青梅竹马 心见姚佳 这可不妙了 她的脑子开始浮现出各种画面 一想到姚佳 要被部门的魔鬼们 以各种奇怪的角度拍摄 她决定要阻止这次活动 她万万没有想到 转门拍摄羊角的中川 竟把学校地板擦的雪亮能够反光 千千天一下子就明白了 中川的拍摄计划 于是为了保护青梅的胖子不被拍到 她只要有一个划铲 来到青梅脚下 用脸保护 但似乎姚佳的胖子冲几为强烈 反正这次又连挡的行动 是让前天昏昏欲醉 虽然暂时保护了姚佳被偷拍 但是那天的隐形拍摄 就让她有些无从防备 但在一次下课后 她遇到了姚佳 却意外觉醒了拍摄奥义 竟然在姚佳弯腰的那一瞬间 找到拍摄的完美角度 那我感知出那天一定藏在某处 于是决定护送姚佳回家 被察觉到了那天 很震惊前天竟然能够感知到自己 但当初的青梅攻略 也是在之后某一天 发现姚佳都在地上 急转虚虚 于是打算带她去遗物室 但是手却很老实地碰到了姚佳的欧派 前天想要解释 但似乎也不需要解释 姚佳只是小脸一红 也不生气 反而主动套在前天背上 全程一路都是满脸羞红 其实 这也不是前天第一次触碰姚佳欧派 在小时候一次踢足球的时候 她不小心将球提到姚佳身上 于是马上跑过去关心她 那时候前天就接触过姚佳的欧派 而且她还很懂 还懂得害羞 退步 小伙子 很行啊 而姚佳最近跟前天因为经常接触 被同学们发现后就传出了绯闻 但是女生们都认为前天配不上姚佳 觉得她不够帅 这些流言蜚语让前天很难受 但最难受的还是她在转角 撞前的足球手王牌 再向姚佳告白 并且姚佳否论了她跟前天交往的事实 于是 姚佳马上想要解释 可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见前天直接满脸笑容地祝福姚佳 你俩很配 你俩天仙配 这老阴阳人的话语 直接让姚佳生气得一开乐 从这天气 姚佳这整日无精打采 那前天还不懂青梅的内心所向 天真理为 她又是身体不舒服 这让成日躲在一旁 打算偷拜姚佳写真的部门成员 那是差点气吐血 男主 你还能再怂脸吗 不过当前天来到了 曾经跟姚佳经常一起玩的公园时 她就想到从小到大 自己好像都在躲着她 大家一起在踢足球 是自己第一个拒绝跟她玩 理由是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 那能不能跟女人一起玩 这思想觉悟简直是活该单身 不过回忆很快就跳转到了泳装拍摄 想到当时姚佳说 只让自己拍摄这种照片 她表示 想让前天一直拍自己 话都说到就分上了 前天也明白了姚佳的心意 于是主动找到姚佳 解开心结 这两人就开始约会 姚佳也成了前天的专手拍摄模特 既然要约会还要拍摄 海边就是最好的选择 比基尼是写真的天堂 她在拍摄结束后 前天的毛病又扮了 她还是觉得男女有别 哪怕是情侣 始终不敢触碰姚佳的身体 一看自己男人那么放不开 姚佳只好发出邀请 但你感谢这狗男人 竟然直接上手摸了姚佳的欧派 好一个欲擒故纵玩得溜啊 而经过这次约会 她们的感情迅速增加 前天部的商情小姐照片 就全由前天拍摄 但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好戏才刚刚开始 黑姿 笑服 还有这略带大胆的姿势 这绝对是拍摄的最好时机 前天拿起相机 丝毫不管女生是否在意 疯狂拍摄这亮丽的风景 而女生在发现前天拍摄后 也只能害羞地让她停下 一紧张她从双方甩了下来 前天赶紧用脸去接 成功阻止女生的钉跟水泥地发生摩擦 虽然被砸得头昏脑壮 但显然前天不亏 不仅拍到了女生的奇怪角度 还与她亲密接触 更是抓到了她迟到的把柄 正常学生知道可能并不害怕 但女生是学生会会长 是前天的学姐 以至于她绝不能让自己的风际发生问题 所以就有了后来前天 让她拍摄泳装血针 也不好拒绝 不料学姐摆起姿势 但是完全不出小青梅 而有了第一次自然还会有第二次 老师泳装血针就显得有些无趣了 那是一次于一天 小故事没有发生 但是学姐却很巧地跟前天 在同一屋檐下 避雨孤男寡女倾斗失真 这难道不发生点什么吗 可事实上还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 按你来说这个时候应该互相取暖 但前天似乎满脑子就只有拍照 可你别说 前天似乎没有忘记写真部的教导 诺一诺心的公公艺术 才是拍摄的真谛 于是学姐又开始凹造型 让前天肆意拍下吃身笑服的写真照 但光靠拍照根本没办法增进感情 结果前天在一次闲逛时 发现了失落的学姐 二话不说就带着她来到校外的电玩城 在这里学姐释放了天性 将一些烦恼抛在脑后 不过在疯狂后 还是会想到那些不开心的事 前天不问 但学姐忍不住小说了 又是将雨晴故纵玩到极致 越南学姐失落的原因 是因为最近学习不在状态 他父亲对他期望很高 想要让他继承衣博当上医生 为了学习他连最喜欢的游泳都放弃了 学姐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但是路过了一个阿姨却得感谢学姐 原来之前学姐知道 是帮助一个受伤的老人 将她送到自家的医院才得以活下来 阿姨认为学姐很优秀 这给了学姐很大的鼓励 之后 前天带着学姐又去了很多地方 这让她的压力彻底释然 一天下来之后 学姐跟前天的隔阂消失了 惊对前天说 相机的照片不想删 也没吃哦 这个暗示就很明显了 从被要挟拍照到自然拍照 再到同一约会 这个过程并没有太久 而在前天的陪伴下 学姐不在网易云 获出了真实的自我 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上理想大学 成功被前天攻略拿下 那前天的相机里 又多了一名可以随意拍照的女生 但还没有结束 因为下一个女生更棒 梅腿泳装 这又是一个人间有物 她的名字叫李奈 也是校园里的人气女神 那就前天再一次意外 碰到她的欧派后 就此结缘 对方还害羞地反问前天 不是故意的吧 在确认前天不是故意之后 她就大方地原谅了她 这段两人的感情 如何不曾经 从这一次见面之后 前天就时不时地 跑去林奈那边帮忙 虽然都是小事 但林奈却总能给前天 意想不到的惊喜 而因为林奈是料理部的人 整个部门就她一个人 马上就要面临肺部了 这种林奈很是头疼 前天知道林奈被这件事困扰之后 当即表示 要替她招募性能 毕竟林奈料理 真的好吃 很快 前天就发现了 料理部找不到新能的原因 那枯燥乏味的宣传单上 竟都设定着美食的logo 前天决定 用自己的拍照技术 来设计海报 当然拍摄的主题 自然不是林奈的料理 而是林奈本能 这两海报的设计理念 绝对跟林奈长得好看 没有关系 纯粹是想要把林奈 对美食的乐爱 表现给大家 又一拍摄需要林奈配合 林奈因为新料理的研发 而有些疲惫 于是就打算出去散散心 这不就等于变像约会吗 但这次约会 却跟之前的约会 大不相同 因为这次约会是三能行 林奈的妹妹 竟然也被她带了出来 但千万不要觉得 这个妹妹会是一个 36K打灯泡 她就出现了林奈 瞬间挽露一个贤妻良母 三能行就像是爸爸妈妈 带着女儿出门的既视感 好甜啊 而在前天的努力下 料理部成功在小园记 找到了新能 被不危机解除 这不来个以臣相许 于是林奈当场 向前天告白 两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看到这里 很多人或许就一脸懵逼 前面两个女人 又是怎么回事 清梅和学姐 就这样抛弃了吗 是成哥转世吗 脚踏三条船 但你还是小看了 男主的魅力 因为不止三个女人 租出有八个美少女 主动倒贴她 清梅还不止一个 并且除了学姐以外 还有跳体操的小学妹 由于这是游戏改的动画 所以其实每个女孩 攻略的主线 都并不能惯念 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多个平行事件 所以男主有八个老婆 也就不足为奇 最糟的是 在最终化 前天竟然连妹妹 都不放过 而这两人并没有学员关系 而所有女生 逃不出一个定理 那就是让前田拍照 缩好单贩 穷三代 设想毁医生 这简直就是桃花朵朵开 而除了攻略后宫以外 前程部的三个男人 也是搞笑担当 尤其是部长 更是甩的一匹 坚决不会打倒前田的 攻略打击 并且 你在看完整部动脉后 就会发现 为什么这些女生 都要穿上泳衣呢 编剧 究竟对泳装 到底有多大的执念 完全就是一部 为了爽而爽的 后宫动脉 如果想要知晓 故事中的女生性格 这或许就要去玩玩游戏 才能清楚 因为是三级的内容 是真的有些感 以至于后面剧情 就是纯白gay 丝毫不讲究 任何套路 反正画面足够爽 就行了 事实上 看的也是真的挺爽的 因为里面有各种姐姐妹妹 是真的 好看极的 好了 以上的内容 就是今天的番剧 写真女佑 看完后 我什么都不想多说 默默地买下一台相机 然后 嘿嘿